来 来 醒醒了 到哪儿了 我说你可真醒啊 不管是在别人家里 还是在别人车上 倒头就睡 怎么都上来了 觉不醒你啊 那怎么办 总不能把你扔马路上嘛 谢谢 先别谢了 赶紧指路吧 好 那个 师父咱们签上高架吧 好 小多啊 你在这儿等我会儿 我送她进去了 不用不用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行了 送她送到这儿了 这么点路再出点什么事儿 冤不冤啊 把前面带路吧 就住这儿啊 看着不像上海啊 上海的老师弄堂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些小白领 住得离公司远了吧 不方便 只能把房子租在市中心 可是又出不了太多钱 所以环境上就得将就点 这还真没想到 说了不让你送我进来 非要送进来 进来以后露出这种表情来 这儿怎么了 好多上海本地人 都是住这样的房子 我这惊讶也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穿的像个上层阶级 住得这么劳动人民 你不觉得分裂啊 所以好多女孩跟男孩儿 约完会 人家都是让送到路口 不让进来 自己走进来 就是不想听你们说 这种分量话 那怎么说你们好啊 虚荣 我们怎么虚荣了 我们住的地方不够富力堂皇 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 把自己打扮得好一点是吧 你这种想法才是虚荣呢 好 说不过你 不过你们这儿 治安状况好吗 好得不得了啊 高档小区有保安值班 我们这儿有退休的叔叔 阿姨守着 在白天 像你这种可疑的面孔 是不让进来的 你得把户口本拿出来 而且是全家的那种 行 治安好就行 就住这儿啊 进去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走了